來看在日本很出名的髮妝神人 袁田中受到建國科技大學的邀請 來到學校進行到喜歡教學的演講 進行到發熱融合傳統和創新的頭模型 以及化妝的技術 袁田中心目前日本主星董 集團最主寫的化妝書 也是主星董發展學院的校長 蘭鐵應邀來台灣喜歡教學 現場當然有欺望學生和專業民主 第一站就選擇了建國科技大學 髮妝這個神人 一般我們講就是職人 職業的職人 他是出神入化的幾乎等於神一樣的作品 他的作品的豪華精緻 出唐人能夠創作出來的 所以說這次能夠邀請到他非常的難 袁田中學長透過環也說 日本發展界有很多比賽 他也過過很多大眾 這次來台灣就是希望將日本的技術 和台灣的文化相結合 做出適合台灣的法總 我們這個時候呢 那時候呢 他說美的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每個國家在技術方面 在程度上面都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呢很難的是 兩個國家要合在一起的文化 把這個文化變成那下去就美 所以他希望呢 這次透過建國大學的技術 透過資生堂的技術 他創造一個真正美的東西出現 然後請他來期待這個最美的作品 建國科大的標誌 跟日本發展界合作 可以讓書生學到日本 最精緻的發展技術 學校目前除了日本的老書 進主學校以外 未來他會選出優秀的書生 去日本進修 將史上的最新的技術 帶來台灣 大將的新聞 中西梁 中華 財王報道